在游戏领域中 回合制策略战棋游戏 被公认为是一种比较小众的游戏类型 但这类游戏却有着极高的粉丝支持率 而且该类作品中也诞生了不少经典神作 不过在这类游戏所有的作品中 唯独有一部作品 恐怕是所有玩家都绕不过去的 公认的第一神作 这款游戏通过对人性黑暗面的刻画描写 其故事有着深刻内涵 沉重的整体风格 展现的内容甚至超出了游戏范畴 不同于传统战棋游戏平面的表现形式 利用45度视角实现了各种环境和高低地形影响 让玩家体验到3D化策略的全新乐趣 对后续其他厂商同类作品产生了巨大影响 本期我们就来回顾这个有着20余年历史 至今仍被人反复研究的经典游戏 皇家骑士团2 这里是喜欢碎碎念的黑猫 欢迎各位收看我们的视频栏目 怀旧灰狼 首先要从制作人松野太极说起 1965年出生的他 在大学时代 两大爱好就是神话小说和摇滚乐 其中以 Freddy摩克瑞担任主唱的皇后乐队 是松野的最爱 国内玩家最熟悉的 恐怕是通过足球游戏广泛流传的 We are the champions We will wreck you 两首歌曲 而松野最喜欢的则是另一首 Ogobattle 受到这首歌曲的氛围启发 他创作出了共八张的小说 奥家战争传说 1989年 松野太极大学毕业 加入Quest 开始了游戏创作事业 在初期参与了多款FC JB等游戏开发后 松野太极逐步掌握了游戏制作人 所需的专业素养 并和游戏音乐家 奇缘人等业界精英 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 同时刚刚发售不久的任天堂 新一代16位主机SFC 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认为精良的画面表现 和丰富的互动 比起单纯的文字小说 更能展现自己心中的世界观构想 于是 松野决定把奥家战争传说 改编成游戏 并得到Quest高层大力支持 1993年3月 奥家战争在SFC主机发售 本作以小说原著 第五章为框架改编 而副标题 The March of the Black Queen 则来自皇后乐队同名歌曲 游戏玩法采用了 当时非常新颖的 半计时策略形式 玩家可以将不同种族和职业的部队 编成军团 指派他们去完成移动攻击等指令 遇到敌人 则切入到战斗画面 让玩家体验到 奥家世界观中带兵征战的乐趣 本作中 玩家的行为会影响到民众支持率 以及各位同伴的加入或离开 共有十几种结局 供玩家体验 游戏丰富的内容体验 集成在只有1.5兆容量的卡带中 超过40万套的销量 和发米通32分的评价 对于这样一款出出茅庐的作品来说 已是非常出色 随后到了32V级时代 本作移植到索尼PS和世家SS主机 值得一提的是 两个移植版本 效果各有千秋 PS版战斗画面进行了强化 魔法效果和多视角 都是SS版没有的 SS版最大的特色就是 加入了部分配音 大地图上的单位细节 更丰富 且变成了多种颜色 一些核心粉丝 甚至将SFC PS SS三个版本 都购买并通关了 初代作品获得成功后 松野太极没有停下脚步 随后在东欧地区的旅行 参观了很多历史遗迹 并且目睹了战争的残酷 其世界观有了很大变化 回国后重新创作了剧本 并且推翻了前作 受到好评的游戏模式 1995年10月 在SFC主机生涯末期 续作《皇家骑士团2》发售 《皇家骑士团2》的副标题 Let us clean together 依然来自皇后乐队同名歌曲 斯坦民族开战 霍尔斯坦人在公学 朱达隆为领导下 进行抵抗战争 各势力统治政策 外部力量的干预等内容 都可以在真实历史中 找到原形 在这样的设计下 玩家在游戏中 有着极强的代入感 对于整个游戏的人物细节 和故事结局 有着深层挖掘的动力 这可以说是 整个游戏成功的基础 游戏在世界观基础上 设计了多个特点鲜明的场所 包括城堡 海岸 油田 异道 水道 村庄 遗迹 墓地 森林 沙漠 草原 峡谷 丘陵 火山 湿地 高原 冰原 神殿等 涵盖了现实世界中 不同维度 大陆海洋的风貌 不仅设计出了 丰富多样的关卡场景 还能让玩家感受到 游戏世界的宏大 本作的玩法 在传统回合制策略战棋基础上 进行了大幅度改良 利用45度视角和简单明了的 方格台阶式地图 展现出了不同的地形环境 和高低差特色 从而衍生出了丰富的玩法 游戏中共有35种 可以进入的地形 每种地形对近战 远程 以及不同属性攻击 都有不同的加成效果 例如对湿地中的敌人 施展水属性攻击 会提高命中 有些地形还有特殊效果 例如河湖海 需要角色有浮游技能 才能进入 熔岩需要 等到停止后才能进入 玩家还可以在一些地形上 甚至障碍物 此外地图上 还有很多可破坏的地形 众多的战场元素 以非常直观的形式展现 让玩家有了丰富的策略选择 游戏过程中 会有形形色色 众多人物加入队伍 可使用的角色 总计有30多人 外加上大量有名有形的NPC人物 共同打造出精彩的故事内容 有些人物需要满足 特定条件才能加入 同时不同剧情分支 可以加入的角色也不同 只通关一遍 是无法体验到 全部游戏内容的 本作玩家有几十种职业 可以体验 每个职业在移动能力 可使用武器 习得技能等方面 都不尽相通 同时 转职症的获取 也是游戏的重要内容之一 在当时信息传播 不发达的年代 有无数玩家通过反复摸索 才掌握了全部职业的详细资料 作为游戏世界观的一部分 《皇家骑士团2》 根据故事背景 设计了民族友好度概念 整个游戏中 共有7个民族 玩家在事件中达成特定条件 或是通过对话选项 都会对好感度产生变化 从而影响到士兵忠诚度 特定角色加入 隐藏结局等内容 让战机游戏 不再是孤立的关卡组合 而是站在全局考虑 让玩家有一种 亲身体验国家战争的感觉 此外在《皇家骑士团2》中 还有丰富的武器 防具 道具 商店 乐谱 狩猎等机头 让玩家有强烈的动力 重复挑战游戏 如此规模庞大的精致内容 被集中在容量仅有4兆的卡带中 游戏发射后 获得了71万套销量 和发米通 评分34分 把策略战器游戏 带到了新的高度 本作在关卡场景基础上 加入了大量RPG式的情节描述 你可以感受到 很多电影镜头的手法 游戏的整体风格比较沉重 玩家在逐渐深入的过程中 会沉寂在世界观中 努力思考战斗的意义 同时正如前面所提到的 如果你对现实世界中那段历史 有所了解的话 更能体会作者对剧情安排的用心 反过来深入研究现实中的历史 也会有新的感觉 游戏故事的魅力可见一斑 随后到了32位级时代 皇家骑士轮2 同样移植到索尼PS和土星SS主机 其中SS版再次加入了 长约3小时的过场故事语音 成为了核心粉丝的首选 2010年11月 几经辗转之后 史克贝尔艾尼克斯在PSP掌机上 推出了全新重制版 在保留了画风和玩法基础上 全新设计了界面和配乐 还加入了新的职业 角色 支下任务等内容 重制版销量54万套 表现不足 皇家骑士团2优秀的表现 对同类游戏发展 起到了标杆作用 在此之后 有大量同类玩法出现 时至今日 仍然有一些独立开发商 推出新作 其经典价值不言而语 松野太起随后离开Quest 加入史克贝尔 1997年6月 推出了最终幻想战略版 几乎是皇家骑士团FF版 245万套的销量 让战棋游戏 挤身到超一流大作行列 并奠定了 松野王牌制作人的地位 此后的放浪冒险谈 最终幻想12 最终幻想战略版JBA等作品 在口碑和销量上 都取得了巨大成功 失去松野太起的Quest 也没有放弃皇家骑士团 这个招牌 先后推出了N64版 奥家战争64 NJPC版 奥家战争外传 JBA版 皇家骑士团外传 这些作品基本属于吃老本 远远没有达到当年 皇家骑士团2 带给玩家的巨大惊喜 时至今日 皇家骑士团新作遥遥无期 众多玩家仍在期待着 完整的奥家传说故事 能够在游戏中崭新 但我认为 系列在失去松野太起之后 JIP已成为了 没有灵魂的躯壳 与其盲目出新作 还不如把故事永久封存起来 皇家骑士团2 以及皇后乐队的歌曲 能够永远流传下来 这就已经足够了 当然 出个高清重制版 在上一次次世代主机 我相信肯定还会有 很多人和我一样 选择真香的吧 如果你最近玩腻了3A大作 不如换换口味 跟着我们来一次 复古怀旧之旅 体验老游戏的魅力 如果你觉得本期视频 还不错的话 贵小各位送上点赞 三连加关注 您的支持就是我们更新的动力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